兄弟们快看 蛋仔岛居然出现了一个超大型蛋 这应该有整个蛋仔岛那么大了吧 我去 这是什么情况 难道是巨大蛋bug又宠出江湖了 其恶大小不得一脚一个小蛋仔 没事 这是这样的感觉 哦 蛋仔 兄弟们还记得这个之前很火的奥特蛋吗 自从这个bug被修复后 游戏中就再也没有出现这么离谱的蛋了 但是就在最近 挖开我发现巨大蛋居然又出现蛋仔岛了 怎么样 兄弟们 想不想学如何变成这种巨大蛋呢 关卡 少废话 赶紧交 我还等着去游戏里试试呢 哎 学的行 像学的话那就点赞收藏下 就当是教学费了好吧 动作快点 别耽误到我时间了 首先我们需要找两个蛋答子 传送到蛋答子的岛屿后 让其中一个蛋答子不要动 另一名勾巨人蛋答子去拿一个传送球 勾巨人蛋答子扔出传送球之后 我们再开启巨大化 然后再举起挂机蛋答子 穿越传送门 这时候你会发现 被你举起的蛋答子变小了 哇 凄 接下来位置互换一下 让变小的蛋答子举起我 这里要注意一下 因为使用技能或者道具会恢复原状 所以还是需要勾巨人蛋答子扔传送球 让变小的蛋带着我穿越传送门 穿过来后就会发现咱们的体型变大了 这很棒 剩下的呢就是重复这个过程 基本上穿过三到四次传送门 就可以变得和楼房差不多大了 这体型绝对能成为蛋答子的焦点呢 当然 如果你只有一个蛋答子的话 也没关系 还记得蛋答子的小黑屋吗 这里同样也是传送门 只要让变小的蛋保持来回进进出出 同样也能实现变大的效果 只不过概率有点低啊 需要多试几次 可以看到啊 我现在已经变得比正常蛋答子大量倍左右了 但是这点大小哪够呀 我可是要称霸蛋答子的人 所以最后我也成了这副样子啊 我的天啊 这样变得和蛋白岛一样的 只要要是跳个舞 蛋白岛不是都得地震了吧 怎么样兄弟们 这么好玩的bug 大家应该都学会了吧 学会再抠个一 让我看看屏幕前有多少聪明蛋 当然没点赞的 学会了记得把赞也给我补上哦 通理啊 除了蛋崽岛以外 拥有传送门的乐园模式 也可以使用这个bug 比如这个欢乐晚宴模式 地图里全是传送门 只需要架上一个蛋答子 并且和蛋答子两人同时身为抓捕者 就可以开始卡bug了 方法还是老样子啊 举起蛋答子进入传送门 穿过传送门之后 头顶上的蛋答子就变小了 就这样来回寄出传送门 蛋答子就能变得越来越小 接下来两人为之互换 让小蛋答子把我举起来 进入传送门之后 我就能成功变大了 快看 记得的我直接占满整个屏幕 在蛋答子眼里 这简直就是个巨鹰啊 当然 你也可以选择继续变大 一直到屏幕里只能看到自己的脚 瞧瞧这从天而降的巨型JK妹 差点没把我给吓尿了呀 这么大的体型去追逃脱者 那简直是压迫感十足啊 我要吃 看这被小黑蛋吓的 直接跳桥了 大家还在等什么呢 这么好玩的bug 趁着还没修复 赶紧去试试吧 要是成功了 记得发个我成功了